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宝哥可能昨天那股能量还没发放完 我觉得他应该还在酝酿自己那股能量 可能去做一些自己想要努力要去做的事情 所以今天就跟我们说来不了了 追逐梦想了 不是你们别说那么明白好吗 是追逐梦想去了 什么是表白提亲 你们这帮人真的是过分好吧 有些事情必须得有一点神秘感才好 看我们的弹幕多关注大宝 是啊 对啊 所以我会截屏发给宝哥的 告诉大家其实我们观众是很好的后海滑冰 我的天哪 首先今天是我们的淘汰赛 然后可能很多人对我们规则还不太认识 就比如说第一次看我们这个比赛的话 我们金城大师赛的话 每周有两期 不是每期 每期淘汰两名选手 然后每期要打两天 然后第一天的话是我们的排位赛 通过我们的三场比赛 然后角逐出我们的一到十二名 然后之后呢是第二天的话是淘汰赛 淘汰赛的话就比较紧张刺激了 而且蛮残忍的 因为我是经历过这个事情的 然后淘汰赛打完之后呢 就可能要积分店底的两名选手就要被淘汰 然后淘汰之后呢 他们会在我们第七周的时候进行一起在一起打复活赛 旁边的小哥哥是我们GYC头牌法官左右 北京WCO前十二名 后面就去了啊 后面没去 我是五道口 GYC店 五道口 唯一坐台法官 唯一坐台法官 很强 唯一坐台法官 好吧 你说我的麦有点炸啊 我拿的远一点 嗯 左边的人 左边的 请左边你自我介绍一下吧 还是蛮多人想认识你的 就是我来一个自我介绍啊 我是现在呢 是在GYC店五道口 GYC五道口店 然后是法官 大家可以来找我玩 对吧 我们那个五道口呢 就位于这个宇宙中心 对吧 凯市广场二楼 C201 大家没事可以来找我 嗯 35块钱一小时 没有关系 大家来都是免费的 免费为大家服务 什么叫做 剑十一突然难看了 你这个人说的我 剑十一很帅呀 嗯 小哥哥 小哥哥单身好吗 小哥哥单身 小哥哥是单身好吗 你怎么这么了解 是单身的 而且小哥哥的密码标价 35块钱一小时 那么我们GYC一般都这样子 他是我们GYC 唯一 唯一座谈的反观 很强势 而且实力特别强 不要以为 只是什么 我们长得帅 什么之类的这些东西 不可能 实力特别强 北京战WCO 第十二 第十十 第几八名 还 实力不够颜值来操 第八名 对 第八名 就是实力与颜值并存的一个小哥哥 就是但凡在北京周边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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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丑 好吗 就 就但凡在北京周边呢 对吧 想来我们GYC呢 玩 本来今天说是 要 本来今天大宝不是那个什么吗 那个有事吗 去追逐梦想去了 我说那给我安排一个女嘉宾好不好 那结果呢 结果不行 原因 原因就是我们这帮GYC的会员们 太干嘛了 就拉着我们这帮女法官就可 拉女法官走 然后可就是就 根本就没时间 然后 这位武刀口店长就说 哎 其实真不行 我们还要靠这些女法官帮我们创收呢 就是说是不行 那只能拉一个男法官过来 因为 有用 有用 因为因为这个点还没到你上台面的时间点 好吧 让你 让给你调个麦 声音小点 我已经离得很远了 让小哥哥说话 哎 我们今天踢馆的是谁呀 今天没踢馆 昨天踢馆的 昨天踢馆 今天就是再来一局 丑十二走开 不是 你们这样子聊 我真的会心凉的 丑十二 是不是 嗯 忠实黑粉 对吗 嗯 好吧 那我们现在去看一下现场嘉宾准备的 包括他们自我介绍 以及对今天的一些想法 嗯 好 我们切换一下现场 切了吗 切到我了吗 那我开始了 好 那我们准备开始吧 嗯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金城大师赛 本次比赛由爱上狼人杀手游APP独家冠名播出 感谢特约赞助方乌查对本次比赛的大力支持 比赛中与无所用的解药和毒药均由乌查提供 本次比赛为期八轮 每轮有两场比赛 其中第一场为排位赛 第二场为淘汰赛 我们会根据两场比赛的总成绩 淘汰排名末位的两名大师 第七轮为复活赛 之前被淘汰的大师们都有机会在复活赛中 争取最后两个决赛名额 今天的比赛为第二轮第二场的淘汰赛 本次比赛分为三局 第一局第一局为玉女烈白混 第二局为不令选择的板子 骑士白狼王 第三局为饮料选择的板子 盗贼丘比特 本次游戏规则为女巫全程不能自救 白痴被扛推不再追刀 守卫不能连续两晚守护同一名玩家 狼人井上自暴可吞毒 连续两暴吞井灰 本次发言时间为三分钟 然后来介绍一下今天的玩家 那个板子的介绍的话 我们会在开局前 就在屏幕上方给显示出来 来介绍一下今天的玩家 一号玩家杨团 大家好杨团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杨团 然后希望今天能有个好的表现 过了 二号玩家Bling hello大家好 然后 这昨晚没睡好 然后 就希望今天 不被淘汰就行 是吧 还能坐这屋里玩就成 好吧 然后 今天是昨天 今天凌晨 今天凌晨 九号玩家生日了 还是生日快乐 菜包子 然后就没了 过了过了 三号玩家 诅咒 首先呢 祝愿我们那个小菜包子 生日快乐 好吧 就是今天呢 我大概不会被淘汰 为什么呢 因为我有两个保险 第一个就是KS 他答应送我一局 第二呢 就是这九号玩家 昨日给了他五百块钱 反正今天我大概率不会被淘汰 反正我也就这愿望 争名次那没想过 是不是 各位老师都在 学生实在是不敢说争个名次 是不是八号玩家 就是能不被淘汰就行 好吧 过了过了过了 四号玩家狐狸 大家好 我是狐狸 很高兴 很荣幸能参加这个大舞台 我也没什么梦想 希望今天可以把八号玩家赶爬 因为今天水友跟我说 说让我不要把目标放在七号身上 很没有意义 然后我就问他 我说那我这整场能diss谁呢 他说 对 刘小熊你等着吧 过了 五号玩家火焰 这是按身材干的吗 其实有件事吧 我其实一直不想澄清 然后呢 但是 昨天菜包子生日以后呢 我想有必要 说一下 那个 上周啊 就是一号玩家 读了我这个猎人以后 我们俩出几后 好 我好多损失 还有观众就给我来信 说出几后 回来以后 羊驼就哭了 说是我给弄哭的 这个事 我很正式的说 确实我出去没有骂羊驼 也没有打羊驼 他回来自己哭的 我实际上出去是安慰他 本来这事就淡下去了 昨天菜包子一哭吧 他们又把旧账也翻出来 说你怎么又弄哭一个 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没有弄哭小孩 好吧 我这么大岁数干嘛呀 对吧 菜包子生日快乐啊 还有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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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就也别乱说了 好吧 什么羊驼哭的时候可爱 菜包子哭的时候可笑 你们别别的 不要有这种言论 说影响团结 好吧 我过了 六号玩家 Kiss 今天啊 今天我给自己立了个flag 就是不上井 我反正今天不上井 你们谁炸身份都别找我 找我没有用 到时候你们只会炸我的身份 结果是自己出局 你警察给警察丢精水丢沙沙 到时候还得退水 多难受呢 其实呢 随便说说 先祝这个九号玩家 生日快乐 菜包子 可能只是最近状态 不是特别好而已 因为我印象里 菜包子玩的好的时候 的确是特别特别厉害的玩家 不是 10号你点什么头呢 我也没觉得 10号玩家厉害的时候 也挺厉害的 你们想想看啊 这12号玩家 为什么单收90 连我都不收 有原因的 还有11 这12号玩家 就是看着呢 有那么一两个 稍微有那么点点 可能性超过他的 先收到门下来 懂不懂 怎么你现在就想 欺世灭族了吗 哈哈哈哈 天天想是吧 今天呢 争取不被淘汰 昨天还是处于 这个危险边缘 危险边缘 争取不被淘汰 希望是这样的 不想每一次 前两番打完 就感觉自己要回家 希望今天前两番 稍微安稳一点 别输就行了 过了 我就笑 哈哈哈哈 过了 10号玩家JY 嗯 12号收人是有 是要看学历的 人家不是北航 就是北大的 你还想 我觉得吧 我觉得 今天呢 我要认真了 我要认真了 因为 这个 怎么说呢 我觉得 我们精神大师赛呢 还是需要体现 配置的一个 一个舞台 呃 我们 哎 哦对 那个 我 我就打个广告吧 好吗 我也不说别的了 因为 下一周 饮料呢 说他 饮料跟我说的 说 桃子来不来 我说 就是那个 赖曼的桃子 我说应该来 然后饮料说 那他可能来 如果桃子不来的话 饮料可能也不来了 所以饮料来不来 下一周我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你们到饮料发言的时候 可以 可以看看他 就是 我不知道饮料来不来 但我觉得桃子来的话 饮料会来的 我特别希望 我们 这个局里面 高配多一些 女玩家多一些 我更希望呢 饮料老师呢 可以 饮料教授呢 可以常在 好吗 我真的 真的 因为昨天 那个精神大师赛啊 那个 其实我们 我们观众 给我们的评价非常高 说从来没有看过 这么精彩的节目 说我们这个节目 至少比第三期的 潘大Q要好看 我自己当然觉得 那个还是有一定 小小差距的 跟潘大Q 对吧 但是 但是 但是我觉得我们 这个局已经非常出色了 呃 我期待下一周 能够有饮料老师啊 和桃子老师 一起来跟我们 交锋 好吗 我在这许个愿望 当然今天也不是我生日 对吧 那 我不知道菜包子 希望不希望下一周 饮料老师还在 嗯 我就说这么多吧 好吗 过了 8号玩家 刘晓松 那个 今天也没什么 大的这个想法 就是希望自己 能够苟住 然后 那个 能够不被淘汰 呃 啊 是吗 你再说一下 第三名是谁 还是吧 嗯 7号玩家 啊 等一下 那我 那个 我就是 就是希望自己 今天 今天希望自己 能够这个好好表现 然后别背国 别被淘汰 因为这个京城大实赛 真的是太好玩了 我特别希望能够留在这个舞台上 那个 部分玩家今天也说了 就也想不被淘汰 然后刚才也跟7号玩家提出来了 但其他玩家也 这个郑重其事的告诉他了 咱们这个节目 合着多少钱来着 啊 4000块钱 这个4000块钱打到账户上 基本今天就可以保一下 当然我现在应该不用付这个钱了 毕竟昨天得了个第二 但是我也希望这个 6号玩家 还有部分玩家 这个几号 4号还是几号来着 咱现在有点危险的 这些玩家 这个 外哥一会把支付保障号 打到这个直播键 那个屏幕下面 然后尽快扫个码什么的 对 咱们这个比赛可以黑幕过了 那我们要都给咱万一把你淘汰了 对不对 咱别这样 我觉得你刚刚发这般言 可能 9号拆包子 可能稍微有点危险 我确实有个愿望 对吗 我觉得我虽然说 就是名 挂了个名 我只能说 就是在这个饮料教授的名下 侥幸有一席之地 但是我真的 从来都没有得到过饮料老师 哪怕一点点 关于狼人杀方面的真传 我也不知道饮料老师的一身本领 到底传给了谁 我确实不太清楚 反正我是没有收到 要不然我能那么菜吗 对吗 昨天怎么可能归错人 对吗 所以真的 我特别希望 我能有机会和饮料老师 多坐在这个桌上 多玩几种 所以饮料老师呢 咱也别谦虚的 昨天人家说奔着淘汰来 我早就拿了个第一名 我觉得这太不平衡了 对于我们这种配置 比较低的玩家来说 真的就显得很不平衡 好像就底牌跟他不同 就感觉这个游戏 一定要输了的感觉 对吗 那我再澄清一点 本来我昨天就要澄清的 本来我昨天要澄清的 但是前一二局 没说话就死了 后面忘了 就昨天啊 我在这个喊话 那个西头掌门的时候 说啊 说了一些这个话 就不要 大家不要误解 我的意思呢 不是说上海的玩家 发言怎么样 我是说咱们北京的玩家呀 太凶了 太暴躁了 你看昨天我跟三号玩家 都这么打起来了 那你怎么可能睡得着吗 对吗 不是这个意思 所以说呢 上海的玩家千万不要介意 我们的意思是说 我们上海 我们北京的玩家 性格比较耿直 可能吵着吵着呢 你就睡不着觉了 大概是这个意思 好吗 我发言过了 我这边 这边气喘云了吗 他从地下站跑过来的 有点辛苦 好吧 你说吧 十号玩家玩具枪 你到今天还不知道 尹乐老师把真传传给谁了吗 菜 你难道没发现 咱们进五门 一直有一个人没有来 为什么呢 难道是李伯龙 别别别 你说出他的名字 你不敢到颤抖吗 这位玩家 锦绍一定站错边 锦下一定投错票 但是他在第一轮 一定投的是对票 如果你的票情跟他不一样 那就你一定是错的 是吧老师 你一定是这么交谈的 因为反正李伯龙到现在 从那个什么 我记得上一次他站错边 应该是 对对对 上一次站对边 应该是咱们线下局的时候 线下局的时候 他汉跳好像是站对边了 应该是这样 然后从那之后 一直没有站对过边 然后呢 我觉得六号玩家 我觉得外哥以后 可能不用给你报销了 我觉得外哥是不用给你报销了 好吧 以后咱们上海见 顺便找王宝宝玩一下 好吧 下次去上海找你玩 过了 十一号玩家阿璐 大家好我是阿璐 昨天说要去在九号玩家来 结果刚刚来之前给他发微信 我说你到哪了 我去哪里接你 他说不用了 你自己过来吧 我早就到了 我不知道谁送他过来的 反正不是我 你送了 还有一个就是我今天好好玩吧 你们刚刚讲说饮料老师都没有传授那个知识 我其实我其实觉得是有的你知道吗 因为他在B站发很多视频 我从头到尾都是在B站学的 我加入饮料老师门下就是为了能提早看他更新 他会在群里面先给我们看 然后说这样可不可以 然后再发到B站上 我觉得这个真的进步非常大 下面就交给饮料老师吧 我希望他今天 昨天是随便玩 今天你就更随便玩一点 不然我觉得我们九十十一真的 很很有危险了 12号玩家饮料教授 就仔细想了想了 觉得其他玩家说的对 就要实现一个 嗯 我也有个小愿望 我觉得要实现一个玩 就要实现一个 可能比较困难的目标 就争取把自己淘汰掉 确实可能需要用点力想办了 怎么用正规的手段给自己淘汰掉 所以我也想想 我觉得外哥说的对 我认真玩 我认真玩 好吧 争取 我希望他把自己用力的淘汰掉 好吧 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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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马上开始 第一局游戏 是 玉女猎白混的板子 我们先压臂好吗 有 有七号玩家开始吧 你要 压臂 你不是 好 七号玩家五个 八号玩家 五个 九号玩家 五个 十号玩家 五个 十一号玩家 五个 十二号玩家 五个 一号玩家 五个 二号玩家 三个 三号玩家 五个 四号玩家 五个 五号玩家 四个 六号玩家 一个 五个 好 五个 好 板子介绍已经放在屏幕下方了 然后 还是跟大家介绍一下吧 配置 预言家 女巫 你可以 哦 可以先说吧 预言家 女巫 猎人和白痴 然后 四个小狼 四名是三个普通村民和一名混血儿 混血儿可以在第一晚选择一名玩家 视为支持玩家 他之后的胜负条件就跟他的支持玩家相同 如果他支持了一名狼人的话 那他就是帮狼玩的平民 如果他混了好人的话 那就是正常的玉女裂白的板子 第一次 可以发牌了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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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在开始抽牌 没有视角 没有视角 对了还有一个问题要说一下 就是如果是狼混的话 狼队选择屠民 依然要把混血儿给刀掉 然后预言加验证混血儿为好人身份 可以了是吗 好了 我没有声音吗 好 请大家确认好身份牌 请大家确认身份牌 天黑请闭眼 好的 我们又回来了 首先我们慢慢捋 首先今天歪哥说了这样子一句话 我要准备好好玩这个游戏了 我记得他上次说这句话的时候 应该是我们在打一个 他的一个直播面纱去 他说我要好好玩这个游戏了 然后他一张预言架在汉跳狼 跳预言架的时候 他给汉跳狼退水 我记得印象深刻 那局输赢 你觉得好人能赢吗 有可能 因为狼知道他是预言架 就把他砍了 这是外哥上次说 我要好好玩游戏的时候的一种 一个表现 然后那个是不是狼队全程找不到预言架 所有好人都蒙了 所有好人都蒙了 对 这是上一次 这次他说他好好玩了 反正你们觉得会信 那你们就信我是不会信的 有会我们可以进去看一看 还有人在问大宝干嘛了 大宝去追逐自己的梦想去了 你们这个东西 这个这个没必要一直在说 你们微博去私信去祝福他 对吧 给他加油鼓劲 对 然后跟他说是我们要通过我们的一些 对对对 余热对吧 传递给宝哥 给他加油鼓劲 旁边的小哥哥是我们 我再说一遍好吗 旁边小哥哥是我们JYC五道口的左右 左右 头牌 头牌站台法官 那个左那是左边的左 又是右边的右 WCO 北京站12强 止住 止不住 不是你要为什么呢 我们现在是京城大师赛 京城大师赛 一样 WCO也是我们北京JYC出来的 然后今天其实第一盘与你猎混的板子 我觉得呢 这个游戏的输赢以及关键点主要是看那个混子 他混的是好人还是狼人 要是你是一个混 我一定混狼人啊 混狼人我们场上相当于4.5匹狼 其实可以相当5匹吧 相不了5匹 因为不能砍人 能砍人的话我是5匹 4.5匹狼 最多你只能扛一推 扛一推 对 是这样 对 聊抱一点 跳个什么白痴啊 找出真白痴 给狼队干事就行了 自己死不死无所谓 狼队抿出四神 然后自己再出局 对 很强很强 然后游戏家如果咽他是个精髓 哇 没滋滋 起来之后给狼队递个话 对吧 对很强 我什么时候头发能回辣 最起码得两个月吧 好吧那我现在去切一下现场 好现场 321天亮了 进去警长 请在我到时候按灯 321请按灯 除10号外 其余玩家全部上级 你可以算退水 那除10号外 其余玩家全部上级 游戏时间55分 由7号玩家开始发言 是这样 因为 昨天啊 昨天第一盘 我十张女巫 我没救人 然后很多观众都喷我 因为我的直播间呢 我也管不了他们 所以 喷我的人呢 我只能靠自己的实力来证明我自己的水平 那这一把呢 我想 我想 carry 向大家给我这个机会 我这张强绳 防队跳 不是你们别笑 我真的是防队跳的 早在Langman的时期 就有过强绳防队跳打法 那个时候呢 大家都比较稚能 但是随着时代推移 我们每个人 无论是 汉跳原家 还是真的原家 我们越来越难以在 我们京城大支赛上面 分辨真假原家了 所以呢 我希望可以 把景辉给我 我来带队 因为 我想争第一 哎 这个 犯规吧 对 我 这是我真正想法 呃 强绳防队跳 呃 就说这么多吧 过了 8号玩家 请发言 9号人 先12号散10 看你投票 7叉叉 退水 吃枪 吃毒 吃一切 我是个预言家 7叉叉 他不是什么强绳 他是个狼 我告诉你 我为什么先来12 我就是在耍赖 我就是想赢 先验你12 如果说你12是给我汗跳的 我就 默认验你3 我10我不想验你的原因是啥 就你锦下一张牌 看你投票 不投我 你就是个狼 听明白了吗 7是我的茶茶 第一天摸他 不用想聊什么心路历史 你不用退水 退水就是狼 他是我的茶茶 听明白了 7是我的茶茶 他是一匹狼 他不是强神 后志位 你们 我欢迎你们起跳 请你们起跳 让我别投错票 我不想跟你们聊粉 但是 久会聊 还一千打一十二 那你退水了 我希望你能在那边上 千打你12 然后再打你3 我就是想赢 我就把钱 把高肥就抹了 我是个冤家 七叉叉 10 给我井灰 你是保你轮 不给我井灰 就飙狼 过了 9号玩家请发言 衣服都脱了 首先是这样 我认为 你这样的发言 如果井灰的 还比较多的话 可能有点危险 因为我不知道 少玩家的身份 因为你的发言 你说 你要把12 验掉 把3 验掉 你呢 就是不要脸 要把厂商的高配 给验光 你看 你这种发言 我听来 就不会觉得有什么 但是我不知道 在场的其他的 这些 除了12号 3号以外的玩家呢 会不会对你 稍微有那么一点意见 实际上 我说一说 这个七呢 请你几家 排身份吧 对吗 他跳强绳 这个八 刚给他发厂商 对吗 就请你几家 排身份 这个八号玩家 我觉得像个原家 这个十 因为鉴于七 是个厂商 这个十 我就觉得 可能还可以 因为什么呢 这个七起身发言 他是这样的 他说 我是个强绳 防队跳 我想carry 所以我要井灰 但是他的眼中 居然没有张 十号玩家 所以我认为七 如果成立一张狼 可能这个十还可以 但没有关系 反正你就这一票 对吗 那个三号玩家 我觉得你还行 我觉得你还行 为什么呢 因为你好像要 往井下去跑 这个游戏呢 如果你拿了一张狼 首先 不好意思 首先你昨天拿了 三把狼 这局呢 你如果还拿了一把狼 我觉得你不会 这么想把焦点 引到自己身上来 所以这一点 我觉得你还可以 12号玩家 既然给你爸退水了 我就再听一听 因为感觉这个样子 七号玩家 如果他是个狼 他也不抱 那后织位 还得有人起来救他 对吗 我觉得爸还可以 反正衣服都脱了 你那个 你这个就藏一藏 漏在桌上不太好 这样吗 我觉得爸还行 毕竟跳的身份 他敢给爸发长杀 还可以 我觉得三还行 如果七是个狼 我觉得井下十还可以 后织位的牌 就不多说了 因为我觉得火焰老师 好像有话要说的 在井上的时候 你在满场看 同样老师 好像有话说 开始我觉得 12号玩家也有话说 那你给这个 爸退水了 那咱们紧下再聊 我上好人牌 我们今后 之位的五发言 多了 11号玩家请发言 11发言 我确实 我在听 7号玩家发言的时候 跟他之前有一把 很像 那把是个好人牌 但这把我觉得 不太像 原因是因为 就像9号玩家讲的 他是个好人 他是个神 他要带队的话 他一定会对 顶下的牌有定义 他把10给忽略了 所以我觉得 他7不太好 8给7发查杀的时候 我觉得面蛮大的 但8的状态 有点过 状态有点过了 首先啊 我先说明一点 你说验高配 我是绝对 没有任何意见的 你要验12验3 跟我任何一点意见都没有 只是我觉得 你状态可能有点过了 额 井下听七鸟啊 那个12的话 我觉得不一定 井下的10 我觉得不一定是个好人 我自己觉得 不一定是个好人 但我不知道身份 你说那个3不错 我觉得那个2 可能是个好人 为什么 因为2在开牌的时候 他一点无所谓 他一定不会是个一人家 但我觉得他应该不是一张狼人牌 我觉得他状态不像个狼 2 3的话 我觉得2不像那张狼人牌 后织位的话 我觉得 我觉得5 6都有话要说 看吧 如果从5 6里面在跳的话 我觉得可能可以听一下 因为我觉得8的状态有点过 我觉得7不太好 我觉得9像个好人牌 井下的10我不知道 我觉得后织位的2项好人牌 我底牌4张好人牌过了 1号玩家请发言 1号玩家请 你退水了 你退水了 1号玩家请发言 因为是这样的 其实我想 因为我还没有听到后织位的发言 但你如果后织位是个原家呢 你可能压力就比较小 因为你有歪格跟你站队 对吧 而且还发一张强神 通常是这样的 我暂时相信80个原家 跟你久的逻辑 还有点不一样 因为歪格在井上 他是这么说的 我是一个强神 这局我想要carry 我想要这个井灰 然后呢 我不退水 你们一定要把井灰给我 然后八发七个茶沙七 怎么就违背了自己当初的誓言 就奔吧 把这个水给退下去了呢 对不对 我觉得这点不好呀 正常来说 你怎么着 也得立一会儿吧 对吧 所以说我觉得 可能这个七的身份 就不是特别的好 然后呢 其实我还 其实你觉得三还行 我也觉得三还行 其实我也觉得三 这盘还行 其实我 但是我有一点 跟九的观点不太一样 其实我觉得这个十不太好 我觉得警察这张十不太好 因为呢 是这样的 反正我也日常定义 错你身份嘛 对吧 但我这次真的感觉 因为我昨天 第一把眼 打了你这张十 我今天呢 我又来了 好吗 还是同样的配方 我觉得警察这张十不太好 因为摸牌的时候 我感觉有点紧张 很尴尬 且我们同时 看一下你的时候 你表情就很呆滞 我觉得十像个狼 警察的 就很艰难 因为现在 因为我介于 十 我百分之六七十吧 大概率 我觉得像狼的情况下 我觉得好人的警会 是很难拿到的 对吧 你也别太开心 有可能你警会 到不了你手里 好吗 你得到后边 那个原家手里 然后我觉得 十一的发言 还算行 为什么呢 因为他认这个八 最起码说二后之位 二不像个原家 对吧 他如果跟二后之位 人认识的话 他不会这么点 自己狼同伴 先把自己狼同伴 面做敌 然后也有可能 把自己身份做高 但我觉得阿璐 应该不是这种人 所以说我觉得十一还行吧 其他的后之位 我觉得茫茫重灾区 别笑了 别笑了 严肃点 你是个原家 拿出你原家的样子来 过来 二号玩家请发言 原家牌 六金水 先十后四 先十后四 然后呢 验十罗 就是唯一一张井下牌 然后呢 六号是我的金水 然后四号张牌是什么 我先跟你说 我听一一和三的面 三的面 还可以 一一的发言还不错 我想听一张四号牌 一二三 三连好人 是我们以前 我认的这样的歌剧 所以打一张四号牌 十号一张井下 这么留的井会流 六号是我金水牌 然后他说不上井 但是KS 你上井了 属于说谎 但是你是好人 你就把这个谎 跟大家说清楚 诚诚一点 好吗 但是别拉低我面就行了 好吗 你说不上井的 就是说什么 我的意识是 你肯定不会上井的 我压根就没想 你这样能能亮起来 结果你亮灯了 你说 我验了一个说谎的人 你 你没想到 先十号四 这个井会说 四张牌打的位置是一二三 我认为一和三都不错 我呢 对吧 原家牌 一二三三连好人 你两张牌 自己能聊清楚就退水了 四号张牌就打一个位置 十号一张井下的 对吧 就是这么一个格局 八号汗跳 对吧 他发张七叉叉七这个人啊 再说呗 对吧 他那个发言可好可坏 不行的话 待会儿 十里边底下完了 说完以后 一圈发言 再也再再走一张 然后去留漆也可以 对吧 就看一圈井下了 然后再看投票等等 十号上给我 对吧 就可以先放一下 没人能把你张先摘一下 摘一个轮次 去验漆 这都是这种思路 好吗 我上原家 先十后四六斤水 我上原家 没了 哥 三号玩家 请发言 论发言来讲啊 我觉得二比八好 又是那句话 挫子里拔将军 是不是 你看看 比如说八的那个位置发言 七叉叉 因为八在我的这儿呢 我听的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七叉叉 警会流十二三过 就是这个意思 没有任何加分点 当然打你不是原家呢 也不切实际 比如说你在位置聊聊 哎 KS你不不上井吗 那你是要跟我汗跳吗 或者怎么样 比如这种小的加分点 都是可以聊出来的 但是你没聊 但从发言来讲 我觉得 我只能战边二 但是我投不了票 你得看他 知道吗 你得看他 我先定一下 我前这位身份 我觉得九是好人 十一好人 一是好人 二八出一个 原家出一张牢 你能不能说混呢 你要是个混啊 你也绝对不是混的这个七 你要混的七 七接不到茶沙 说一道理吧 所以呢 我单从发言来讲 我觉得二发言比八的好 但是我绝对不会说 去站边这个二 或者怎么样 还得警下再听 警下再听 那个十二号人家 为什么去退水 这七号人家 为什么反复无常 不是强身对跳了吗 干嘛退水 好吧 然后再听一听 因为为什么一上来 我是想退水呢 因为开牌的时候 可能你没看见 他们俩应该是看见了 我说这个十不好 我觉得像个狼 这是我开牌的时候看到的 然后一看 就他一个人在警下 我身为一张好人牌 我就牌个坑 我是个蛋 好吧 我是个蛋 我呢就想在警下 为我心中原家投一票 那没办法 那我已经上井 他不让我再 就是再下来了 那就没办法了 所以我只能上井 所以呢 我觉得十一打十这个点啊 包括一打十这个点 当然我可能定错 那上次我喷的 不是什么 什么我喷的 上次上次我定他 他不是个女巫 又是个猎人吗 那我觉得你挂像宝宝 那我答答你 你是警下 唯一一张牌 那你那你不能 哎 给蔡壁一点容忍度 行不行 如果你要是张神牌的话 好吧 我总归觉得你挂像 其实你是一张焦点牌 就是唯一在警下的一张牌 对吗 那我觉得你像了 好吧 你你请你不要 如果你有什么技能啊 请你不要对我来用 好吧 这十一也说了 这一也说了 好吧 我我就先那个什么 先呢 把这个身份定一下 我觉得九十一是好人 然后十不行 十二是X 一是好人 二呢 二八出一个狼 出一个原家 我不我不 我不感觉这里 有可能出混 好吧 要出混的话 也是这个八 我觉得 因为站边六啊 我想的是一上来 我一看十二十一人上景 我就想站边六 那你你都说你不上景了 那你上景来 不是跳原家的是干嘛的呢 对不对 所以我站边那个六 好吧 然后二要是个狼呢 我觉得这个六啊 也不一定是他的狼同伴 因为二对六的对话呢 我觉得不像认识 好吧 具体呢 再听一听 目前呢 我觉得身份给完了 咱们景下再聊 好吧 过了 看你投票 四号玩家请发言 到我这边发言 其实听来的话 就是从三号玩家说的一样 二八当中的话 明显二的发言要比八好 但为什么七号玩家退水呢 十二号玩家退水呢 我就觉得很奇怪吧 就他们的做作让我有点模糊心 但是从听发言上面来说的话 除去八和二 我认为九和十一 是下两个好人 然后一号玩家的分析 我觉得一号玩家偏好 三号玩家的分析 基本上跟我想的一致 那在我眼里 其实如果说二是一个真的预言家 六是他的真精髓 那么狼人就是五 七八十十二毛 那我就看不懂这个板子了 因为八给的七是茶沙呀 所以我没想明白吧 因为我觉得九十一的发言 做不成狼人 尤其是十一 十一说我觉得后置位的二三 什么谁谁谁是好人 他是个狼人 他这么发言吗 那我再听一听嘛 对吧 那但是如果说二是一个 二是一个预言家 我盘不齐八的这个同伴 难不成就真的是五七八十二吗 就五七五七八十十二 五七八十十二 哎五个 我觉得八是个狼人 就那可能七是一个好人 那剩下的狼人就是五八十十二 哎我觉得还挺完美的 那我觉得我可以站一下 这个二号的边嘛 反正五号玩家马上就发言了嘛 听听五号玩家的发言 搞不好后置位他要挑挑预言家也不一定嘛 过了 五号玩家请发言 我别跳了 四号玩家都已经把所有事情都解答了 四号玩家说的都对 我们一会儿可能会选择招牌 为什么五八十十二一轮发言不到 连我没发言你就全找出来了呢 法官晚上我觉得带亏的时候 咱们要严肃一下纪律了 好吧 这样玩下去 京城大师赛就成了玩笑 怎么就找出来了 这奇怪 四号玩家一夜之间就变得这么厉害了 吃什么了这是 我说点个人的小小见解 我跟他们想的不太一样 我认为二和六是认识的 文言老师迈你嘴近一点 你抬上去 我就要一个自报的人 还那么近呢 我觉得二像认识六的 这个金水是像是狼童办法的 同样打十的十一和一 我认为一还可以 十一就不行 一打十打的还可以 十一打十打的就不行 所以二六十一我觉得都不好 四号玩家你这一点听不出来 假设一会儿啊 我判断的正确的时候 我发现我判断正确的时候 我就要反身打你了 你是凭什么站起来 和我想的不一样的呢 对吗 四号玩家可以跟我想的 差的很远 你为什么跟我想的也有点出入呢 好吧 二六十一 我现在真是一轮没有明确 那个容缩率在哪 我先打三张牌 别打太狠了 好吧 反正我不打五八十二 还有七 我先不打 因为我们现在被人化成另一对 我们就先打那一对 好吧 我先不打八和十二呢 我就先打二六十一了 行吧 我是一个普通村民派 怎么都拍不出身份来 一会儿随便踩我 我一点折都没有 我过了 六号玩家请发言 四号玩家退水 你好 我认为五十个狼 我告诉我四十个好人 我认为十一跟九相两个好人 我认为一是全职所有人发言里面 相对来说最不好的那张牌 十二是没发言的 为什么我觉得一不好 一在那个位置保十一 我觉得出发点不对 因为十一在那个位置是 搏了九的意见 九认为十还行 十一认为十不好 那百分之六十七十可能是一张狼牌 那你也打 你也把这个十一认为是一张狼牌 你在这位置是不是应该用这一点 去把十一给保下来呢 对不对 你保他的点 跟我说的完全不一样 其次呢 你认为后织位 等会儿说不定可能要起跳 在那个位置你先认了六 后织位那个起跳的你也别太虚 因为呢至少七号是站你这边的 你点白是一张好人牌 这个七井上跳了个强绳 没有一张好人牌在这个位置 能跟我聊出来 七八有可能供身份的吗 对不对 七八可能是两张狼牌呢 不是七跳了个绳 我觉得适当好人 总归往这一方面想一想嘛 八凭什么在这个位置 给七丢张茶杀呢 你说后织位那个预言家 有什么好开心的 我是个预言家在这个位置 我都不想要七这张牌 七掉不好你出去出去 我是个预言家 为什么好要这个七的呢 因为七在这位跳了强绳 八在井上 第二个位置就给七丢张茶杀 这是不是一个好人 最该想的事情呢 所以我认为 一可能不是那么好 当然也不确定 听听你发言吧 因为三认为你还可以 四在这个位置也认为还可以 就是说后织位的人 都认为你还行 只是我认为你不那么行 因为我仔细清了你的发言 我觉得不是特别好 只能这么说 十号玩家自爆 十号玩家自爆 昨晚平安夜 最近有夜夜 天黑请闭呀 十号玩家 我有点搞不清楚的东西 就是这个十号玩家 为什么要自爆 首先盘盘整体听下来 整体盘下来 我跟你们讲啊 就以我的视角 刘晓松一定是个预言家 Faker一定是个狼 因为一是刘晓松 从一个状态起来 二是我跟Faker算比较熟 他起身那个发言 包括他起身 跟自己精髓对话 那个发言 我觉得的那个视角 不像一张冤家牌 而且他景辉了 我觉得他对十号这张牌 没有多大的那个什么 就是他如果是张冤家 他一定会对景辉了 有渴望度比较高 他会跟这个十号对话 而不是跟自己的精髓对话 而且最重要的是 卖幼诈了吗 而且最重要的是歪格呀 对吗 对吗 歪格跳了一个枪神 这边可能要吃毒了 但是稳一点的女巫可能 那我声音稍微小一点 我稍微小一点 而且他跳了一个枪神 跳完枪神接到了一个茶沙 对吗 而且有混子的这个局 基本上都是冲狼混 对吗 对 冲狼混也没有必要狼茶沙 你们不知道你们紧急上 有没有注意到这样子一个行为 在12号要发言的时候 12号直接退水 在我的视角里面 这个12它只有两种身份 一是个混子混了七 二是张神盘 不想被七抿出来 是个什么身份 他要是混到七 他又找到自己组织了 对吧 就找到了自己组织 就比较好演 对 而且菲克尔 讲道理你们会说三 我觉得三不好 因为三起身 我如果以三的视角的话 三一定会选择去站边八 而不是站边二 我觉得三可能 可能一号对 一号羊驼对那个 三号诅咒身份定错了 谁要觉得定义很简单 就你仔细的去分析 歪哥的发言就行了 对吗 因为我感觉歪哥的那个 要不然是个狼 要不然是一个神 不太可能 对 也没有神上来 不可能不可能 歪哥起身 他那个发言 强神防对跳 我就一点都不信 最多是个蛋 对吧 有可能是个蛋 想出来就是 接到金水嗨一下 对吗 不可能是个神了 不可能是个神 而且他 羊驼打他的点很对 就说你不是强神吗 不是防对跳吗 不是不退水吗 为什么退水了呢 那退水的话 就说明你 虚了吗 退水了 估计是想给这个七号 让一下到 虚了 给这个八让一下到 一说就虚了 很多人会说 为什么八在这个位置 八汉跳 七八狼插插狼 我觉得不可能 七八狼插 你说晚上格式 歪哥会说 刘小松 你插插我吗 我觉得不像 对 而且一般有运营运白混 没有必要了 对 对 对 三二一天亮了 继续竞选警长 你不能 你不能 就是 呃 那个 退水玩家请灭灯 就如果 不是 因为警下只有十号一名玩家 他自爆了 就如果警上还有两名的话 就没有警灰 就只 当只 只能退到一名的时候 就有警灰 那依旧在警上玩家 对 你们两个没有警灰 因为没有人投票 那在警上有二号和八号 本游戏没有警灰 因为十号玩家 警下的已经自爆了 你退水不能投票 游戏时间为十七分 由 哦 昨夜 双死 四号 五号玩家死亡 没有一言 游戏时间 十七分 由六号玩家开始发言 呃 应该是 四号玩家吃刀吧 五号玩家吃毒吧 我个人是这么认为啊 因为我觉得 五的发言 不太能吃刀 因为五在这个位置 打了二六十一三个位置 那 呃 我不知道十一会不会是个女巫 不是我想敏身份 只是觉得 五号玩家在那个位置 如果底牌是个好人 一定会去打四的 对吧 因为四号玩家 其实已经间接的 占边了这张二号牌 把狼坑已经锁得 相对处比较死了 打了五七八十十二 他这个位置 其实用一种搞笑的方式 说四号玩家打的不对 但是并没有去强烈 去拍张四号牌 像一张狼人牌 呃 这是我的想法 呃 对不对我不知道 必定我不知道 听几条身份 呃 我下一个看啊 翻译顺序 我是第一个 二十是墨植 三是墨植 三像个好人 那还行吧 好吧 呃 我这个位置 其实没有不太能 直接把这个边给占四 是说占二 还是占这个八 其实不太能 另外那个位置 也没有发出说七 因为我之前没聊完嘛 也没有说出七八 有可能供出身份的 这样一个言论 对吧 他说七还得听听 他也搞不清楚 呃 听听翻译吧 至少我觉得厂商 现在十是个狼 自爆的 我觉得五像个狼 就说厂商 可能只有两张狼牌 我暂时是这么觉得 呃 不排除 过吧 我觉得十二可能 十二可能不太好 十二可能不太好 过了 七号那请发言 嗯 先出八吧 因为八一定不是混子 嗯 开局的时候 那些场合就不聊了 呃 八这个位置 一定觉得我是张平民牌 所以发了一张茶沙 他是真的信了 我是张平民牌 我请上呢 就说我是张强民防堆跳 他更加信我是张平民牌 所以丢过茶沙 我是张猎人 但是为什么我说这盘好人应该输了 喂喂喂喂喂喂喂 嗯 我觉得四五都像是神 然后一边有张五把另外一张读了 我觉得四更像那个女巫 五有可能是被四读了 我因为五就是我不是找神 因为我在分析这种情况 五在上轮的发言发源了很多 刚开始是一个几乎热狼的发言 我觉得他有可能是张老人牌 到最后发言他强调了一下 他是张普通村民 你们可以随便打我 这句话说出来之后 他一定是神 十二号你能听得出来的 他一定是张神 然后他被读了 我一定是好人 我一定是张猎人 不然我就拍刀啊 我还在等什么 不是 我一定是张猎人牌了 出八吧 出八吧 那 八十三 看你十二发言吧 你你终归能够站的对 你乐 八十十二三 那怎么着都要出八了 先把八出了 场上还有两神 那也输了 我真觉得五是张白痴走的 三郎在场 出一个 汉跳狼 一刀原家 输了 我这张猎人 够了 八号玩家请发言 我觉得这一波 外哥的操作很秀 想 一波操作找两神 首先这样 四是我昨天耳验的金水 我为什么验四 三和四 昨天在警察上都说 二比我好 那三在十字报的时候 且三对十的对话 我觉得三 跟十大概率不认识 那十字报了 所以说我昨天耳验的一个是四 四是金水 如果说这个我是一个好人的话 你拍倒啊 就拍倒啊你 那四大概率是个狼 所以说今天七在这个位置没拍到 那其实挺简单了 那四五 我定义 因为四是一张金水牌 那五是一张狼牌 七是一张狼牌 这是跟我汉跳一张狼牌 这个是自报的狼牌 我这么跟你们讲 他今天刚才的发言 但凡是一个好人牌 是一张真猎人牌 他能够这么怀疑的说 哎呀就我觉得 五是一张好人牌 四是一张好人牌 那八是一张狼牌 三是一张牌 三在井上就说 二好我不好 这个十二 你刚才还跟他穷对话呢 你认为他是个狼 直接打死啊 我直接跟你们这些 能够有投票功能的人说话 你们自己想一想 以他的实力 在这个位置 已经场面 这么明朗的情况下 他且接了一张叉叉 是不是已经可以 罗点四狼了 我没有想配置绑架意思 我只是想说服你们 刚才在上一轮的发言 就像三说的 觉得我的八发言 就是七叉叉十二散 因为我觉得 我相信在场上 所有的玩家的实力 所以说我可能 刚才发言 只有状态 没有过分说服你们的东西 那是因为 我可能过于自信了 我又觉得 他是一张叉叉牌 这一局就不会有那么乱 那么多骚的东西 我为什么想把七叉叉 我就怕他们俩 老流氓在那搞我 就这么多 他是一张叉叉 他一定翻不着一个响 他还说这个 五大概率是个白痴 我告诉你 在我的世界里 就是敏的白痴 因为如果说 像他说的四是个女巫 五是个白痴 他现在就可以拍到了 他没拍到 我一定是往最好的方向想 他是一张狼牌 这是我对跳的一张狼牌 四是我的金水 五我不知道 但我愿意相信 他是一张狼牌走的 因为如果说是 四五双好人 女巫也走的话 我觉得他可以拍到了 就这么多 或者是那你有可能 没抿出来 那个猎人在哪 那后置位 一定有这个猎人在这 我不想多说了 我是一张预员家牌 昨天晚上验的四是金水 没验你的原因 就是因为你退水了 就是因为你退水了 我觉得你大概率跟他不认 其实你刚才的发言 你在那儿 其实想耍赖发言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你可能说 我这个把这个发言 就是在这个赖皮 或怎么样的 所以我觉得你应该是个好人牌 昨天晚上没验你 验的这个四是张金水牌 那没有什么多说了 今天出这个棋 棋是一张汉跳狼 KS给你指条饼路 真的别再站错扁了 别的我不多说 我希望你能够信任 我是个冤家 我没有想骗你的意思 很真诚词词告诉你 我是一个真冤家 棋是我的茶茶 他不是个猎人牌 就这么多 你 好 好 好自为止 过来 首号玩家请发言 你这是好好发言 发出来的眼 因为我觉得你视野 眼中只有那张棋 虽然你最后说了 因为你可以不聊 那个汉跳的二 对吗 他在你眼中 是在跟你汉跳 紧下这个自曝的屎 你前面的逻辑是说 你觉得这张棋 上玩家在抿神 那抿神的意思 你验出四十个金水 意思就是 在他是个狼的眼中 大概率四五 是良好人走的 他在抿神 最后你又说 你愿意相信 五号玩家 是一张狼人牌 也就是说 你的失业力 场上只有二七了 为什么这么自信呢 就作为一张冤家牌 如果你是个冤家 其实是个狼 他这么穿一张猎人的衣服 在场上打 对吗 你的逻辑是 四十年的金水 吃刀了 五是一张狼 他跳猎人 那场上不一定 有猎人起来拍他 对吗 四是你的金水 吃刀的 五 你认识他狼 都慢吃毒的 跳猎人 那么后桌 一定有猎人 起来拍他 所以我觉得 你的发言 是这样的 本来我听发言 我并不认为 这个二比八好 但这个十字报 让我有些想法 我想会不会是 这样的情况 虽然从 我一向不主张 从外置卫的牌 行为去定义原家 但是你想 十作为唯一 锦下的牌 是一张狼人牌 他有什么理由 自爆呢 是不是可能 锦上大多数好人牌 站对了边 他没法投票呢 这是我 他自爆之后的 我的第一想法 就位置你扒的 井辉流 是那张十二号玩家 你告诉我 你昨天验了四金水 我很难接受啊 你这人的发言 那你就给我点出来 二五 七 十 四狼的格式啊 他凭什么跳枪呢 对吗 你说五是个狼 那场上一定还有真枪 那等着枪起来拍到 好了 对吗 我不太能接受啊 你不要告诉我 这个游戏 因为十字爆了 你想验谁就验谁 那个二发的是六金水 他有没有可能 是一张混呢 对吗 要是他直接退了水 这个十字爆 那个二是个好人 你就成为唯一预言家了呢 然后你被砍了 你井辉咽了四 你给谁呢 我觉得你改井辉流 是什么操作呢 帮我人家 我不太能接受 我听发言吧 因为我对你八 认死了五 是一张吃毒的牌 又不去聊场上 还有后织位的真猎人 起来拍这个七 我对你有点折扣的 其实井上二的发言 井上二的发言 唯一有一点点蛮好的 就是你要让你的精髓 给大家表水 这是我觉得 你不太像汗尿狼的点 因为你要指的 你这个精髓 KS的说 卧槽 你说谎了 你被把我的面拉低了 有点像原家 好吗 我说一说 理由就这些 因为一 十字为井上 一张狼自爆了 可能是井上 大多数好人战队的变 而你这一轮改了井辉流 且你没有聊 后织位还有真枪 起来拍一个 我想十字爆了 一十一理论上都是好人 因为一十一 踩过这张井下的 唯一的石 对吗 如果战边二的话 那么三井上战边了二 六十二的精髓 就是你八十二了 五还真是一个吃毒的狼 听发言吧 如果战边二的话 可能是五八十十二 我说完好人 过了 我听二的验声 十一号玩家请发言 十一号玩家发言 是这样就是 我在听完八的发言之后 我说八的发言 有点太过了 呃 然后我再说一点 你们说我打过十 我是说 九你说十是好人 我觉得不一定 我吃不准他的身份 后织位全部都说我打过十 其实我吃不准他的身份 这是实话 呃 我再说吧 那个 二发六精髓 其实在我这边我是不太相信的 为什么 因为六号玩家明确讲过 谁在验我 不要再验我 验我就必翻水 对吧 但是二号玩家验完六的时候 他说一句 你跟我说好 你要在井下 但是你给我上井了 所以你给我给大家表水 这是他下一个人家的点 但 呃 有点怪的原因在于是这样 你跟他分析的是 我是认同的 为什么 因为 在我这边我觉得五是不好的 五是不好排 为什么 因为五定十一的身份 他定十一的身份 不是说十一站边谁 而说十一的发言 十一踩十跟一踩十不一样 所以十一是个狼 所以我认五的身份不好 呃 如果这样的话 我原本要站二的边 但是七的发言告诉我们 他说五是个神 我不 我不能太认同这句话 但是 但是 他 更让我相信他是好人 为什么 因为八的发言 从来没有想过 七 他自己跳猎人 后座要有出来猎人来拍他 因为已知 除非五是个被堵走的猎人 对吧 不然 一定会有猎人 但八没有聊出这一点 无论五 应该不是那张枪 我底牌不是枪 所以我这边不会排七的 我原本要打七三七跳猎人的 就等候作为人来聊 是这样的 八在你眼里 现在只剩二跟七两张狼牌 你认定是五 二五七十四狼嘛 对不对 那外资会不管谁跳枪 是不是都 他都一定得认 是不是这样 这个逻辑是这样的 所以我认为 这时候我可能要偏心二一点 而且有点不好的原因 在八的发言格式是说 七你一定是假的 他应该 他如果试验人家 他应该先说 谁是精髓 他验了谁 这句话应该先出来 然后再去盘 七你不能作为一张枪 的存在 我觉得是应该这样的 呃 我这边想听二的发言 我认为 如果是 二是这边家 最后确实应该是 八跟十二 我确实觉得五不好 我相信张狼牌走了 呃 我暂时要在那边二 我想再听一听二的发言 过了 十二号玩家请发言 嗯 我听到这呢 我就觉得这一盘 应该还挺容易的 对 这样我跟你六号玩家对话 不好意思 我再近点 我跟你六号玩家对话 呃 算了一会再说吧 我先把我想 一会再发现 我觉得你们最后一张狼 一十一三 你们混批 我说还我心目中的好人排啊 我觉得二六七九呃 肯定是好人排了 我底牌是招女窝 然后第一天的饮水呢 是这张八 我读了这张四 我说我能理解七号玩家 我觉得七号玩家是招好人 这是我刚才想跟你对话的点 但是呢 七号玩家去听四五号发言的时候呢 我能知道 歪哥说可能四五两个人都是神走了 是什么意思 所以呢 我觉得 呃 反正七号玩家现在跳了个猎人 那就 姑且就跳了个猎人 我底牌是招女巫 第一天的饮水是这张八 所以这张八呢 起身状态就很高 但你这一轮呢 暴露了一个信心量也恰恰是我认为七十张好人的原因 就是 其实我是读了这张四 因为五有一句话 呃 我不知道你底牌是什么 但我姑且也跟你说 是跳了那个普通村民的那个阶段 那是一个没有意义的操作 所以五底牌应该是吃了一张身份牌 这也就是在八发言的时候会出现对四五的定义是 我认了四十个金水 但是如果我想四十个狼怎么怎么样 说明八号玩家可能吃四五的信息量 最高的概率就是我手里这瓶毒 我读四读错了 但我觉得四像一张狼 所以我觉得现在是场上 你不要再让我后面听见跳了一张白痴 因为五不吃毒 四吃的毒 所以五一定不是猎人 所以我才跟你六对话 呃 那这个位置顶多还剩一张白痴 那我觉得也够了 所以我觉得呃 七号玩家不吃我毒的这个视角 所以七号玩家应该是一张好人牌 我觉得不像装的 八号玩家吃四五的信息量的视角 所以我觉得八号玩家是一张狼牌 而且八号玩家 莫名其妙的改景会流说要去验四 我觉得是伪逻辑 就细听的话能听出来八号玩家是编的 前面该定义的身份都定义完了 所以这一盘最后一狼我觉得就是一三十一混批 当然就看一下二号玩家验人 呃 十走的一个自暴狼 四呢 我觉得是一张狼 八呢 是一张汉跳狼 至于再有没有混责 我觉得再看 但是七号玩家有可能 比 叫什么 叫什么 未雨绸缪对吧 我不知道 好吧 所以我六号玩家希望你听听我这个位置说话 因为如果 我觉得也不出什么意外 今天 我就想把这张八扔出去 我觉得八是一张自刀汉跳狼 好吧 过了 一号玩家请发言 嗯 因为我现在听不到二的发言 因为我先说吧 其实 嗯 嗯 八不好 其实七也有不好的点 但我不是说啊 因为七在这个位 因为我首先 首先我先把我自己聊 干净 我不是一张狼 因为 在其次呢 就是 嗯 难道歪哥就交牌了 他觉得他心目中的女巫和白痴走了 然后他 奔儿跳出一个猎人来 然后说 这局输了 对吧 我觉得 不太现实 对吧 这点也 你这点也说不通吧 歪哥是一张墙 他说 呃 不行 不行 我觉得 我觉得这局 我跳了吧 我们好人输了 我觉得五是个神走了 然后 四是个女巫走了 然后 七说 呃 我是个枪 然后我们这局大概率输了 然后那 你和七的那十二 这时候跳了一个女巫 对吧 但是十二和七的信息量又出入了很大 因为七说呃 五是一张白痴走的 对吧 然后那十二说五是 他觉得五是一张狼独走的 然后 但是呢 他现在要和七捆着去把八这张牌干了 然后八是一张饮水自刀狼 因为我 我现在没有听到二 而且我 真的现在还定义不太了 因为我一直在想四到底是一张什么牌走的 或者五到底是一张什么牌走的 这很关键 那与女猎白混的 板子有可能混子也会出来 所以说我现在思考量非常复杂 因为我觉得啊 首先是这样的 你要论发言的话呢 小松这局肯定是不过关了 因为你擅自改怎会留什么的 但是我觉得 歪哥和饮料 如果是双好人的话 队伍的身份 这两个人的定义出现了很大的一个出入 对吧 在这种阶段也钓鱼吗 首先我不是一个枪 但是呢 我是这么觉得的 我在井上的说的是 我觉得十是一张狼 十一还行 然后三我觉得还行 对吧 这是我在井上的发言 我想想 这轮如果你是一张女巫 让我 我首先把我自己摘了 我没有听到三的发言 你说让我 假设你是个女巫 一三十一混屁 我把我自己摘了的话 我更偏向于三是一个好人面 多一点 因为三他没有在井上干任何的匪事 而这轮最让我诧异的就是什么呢 七去攻击了这张三 他觉得三八十是三个狼 对吧 因为在我的心目中呢 我觉得三的行为是偏好的 所以说我不太能接受七和十二这两张牌 攻击我认为的好人牌 且他们对一张死人牌的身份 定义还出现了很大的出路 所以你的发言很重要 因为我觉得可能有混子 现在已经在穿衣服了 好吗 我再听听你通过你的发言 发言时间到 二号玩家请发言 我呢 验了四十个金水 我告诉你十二在我这 我先告诉你 我对他定义 我认为十二是张狼牌 四是女巫 但是这外说五号是张 什么神牌走的 想太多了 我觉得这外可能不是枪 他是不是白痴牌 就是他半两个刀的之类 就这一轮了 其实八和十二 我认为推完就结束了 这是我的视角 好吗 这就是我的视角 很简单 然后呢 KS那块说你一有问题 这我都没有 我觉得你一和三像两个好人的 但是呢 这外名列 他说五五可能是个神被读错了 那就如果真的是出现那种情况 就是你一和三里边出现了问题 我保错人了 那KS就比较明白 十二说八号玩家自刀了 你作为一张女巫牌 你说七是一个好人 八是张自刀狼牌 我问我 首先第一点 咱们做过女巫的人都觉得 首先第一点 我得一定先信我的这个银水 对吗 他反正现在不信了 对吧 但是我觉得他完全做不成女巫的点 我觉得女巫的点一定是先信自己银水 来开始分析我和他之间的问题 是这道理吧 所以我觉得十二是做不成女巫牌的 女巫牌一定是银水心灵没报 而十二号玩家是不是混的我都不知道 我觉得他只能做成狼牌 而且去躲推 但是他这轮要跟着什么 他这轮要把八卖掉 把一张我就跟我汗跳的狼卖掉 而站边七 也就是说躲着不让七来推他那个意思 因为他已经是排成疑似狼坑了 就是八出完局以后 紧跟着就是他 但饮料这会穿个女巫就躲 就躲对吗 躲完以后明天是不是就是外置卫的 什么混混牌 再提他扛这么一推 是不是他就能赢了之类的 这都是我认为饮料在这个位置做的目的 好吗 然后呢 四十张金水牌 哎不是 哎不是这个VP太抢眼了 不是能不能听我说话干嘛呢 四十张金水牌 五号玩家 我现在认为先做不了 做不了那个神位 只能是狼卫 或者说是张混的牌 被误读掉了 可以这么理解吗 先把八出掉 然后走十二 一三里边我去验一张牌 就齐活了 保稳保稳 九号玩家在那个位置说的 八打八的点 我觉得是一个好人 九号玩家可以保了 六号是我金水就没了 这两张牌里边 我订一张去订一张一 你认为一发现不好对吗 然后一号玩家这时候给我压力 其实也还错 我反正验完这个 好人 这就出去 验完这个好人 那这就出去 大家就这意思 因为我怕五十张混子牌 对吧 五如果是张混子牌的话 我一定要按五郎格去打 还有三十秒 好吗 嗯 没了没了 我就今天就出八就行了 然后四十金水 过了过了过了 三号玩家请发言 我一直在想 七能不能做成好人 做不成 好吗 这是二 十二 十七 四五里开一张 我觉得十二是那个混子 混了这个七 你不能是个枪 你是个枪 那交牌啊 干嘛呢 你觉得四是个女巫 你觉得五是个白痴 你是个枪 那交牌啊 对吗 简单 用最简单的逻辑去排 不就完了吗 对不对 你什么身份 你什么身份 我大概率第一轮在井上没有给错 包括你和你 对吗 如果啊 他站边二 二是个预言家 六是个金水 他是个枪 这是个女巫 那明天就是你一十一 九的轮次 还有我 明白吗 懂这个意思吗 你看看自己是啥牌 明白吗 因为我觉得 就是 这外呢 首先第一 他跳起来一定不是挡刀的 一定是找神的 其次呢 就是你把我打进狼坑 就出你 我是这么想的啊 不知道歪哥 我说的对不对 好吧 我能进狼坑吗 你觉得我跟那个石认识吗 对吗 简单 简单的逻辑吧 我从来不做作 好吧 我从来不做作 你觉得 我跟那石能认识 那小代的 我只能出你了 好吧 真的 我只能出你了 好吧 我不是个枪 好吧 我不是个枪 但是 很简单一个道理 就是 你是个猎人 也就大概率计计了 是个道理吧 这是最简单的道理 第一 他跳了猎人 第二呢 把我打进狼坑 你们自己想一想 好吧 因为我为什么不信这十二呢 二告诉我 十二是个狼 二给八发饮水 你告诉我 十二是个狼 你告诉我 出完七 出完八出十二 他不是 站你边的吗 不是吗 对不对 他不是站你边的吗 他不是 出八是个自刀狼吗 你干嘛出十二啊 所以我觉得十二是个混的 混的这个七 我觉得四五里 应该开一狼 如果四五里 不开狼 那就 一 十一 九 六 三 再开狼 我觉得不太现实 好吧 我也不想谈 这个到底谁吃刀 谁吃毒 总归如果十二是个混的 这里有女巫吧 对吗 一个女巫走了吧 如果十二是个混子的话 对吧 那总归 如果四是女巫 那五就是狼 五是女巫 四就是狼 就很简单一个道理 对吗 我想证明那个八出七 好吧 就是 投错了 基本就记地了 而且明天 就拍刀了 我觉得是啊 我想出这个七 因为你没有理由跳出来 好吗 真的没有理由跳出来 然后十二这个位置 不像个狼 像个混 像个狼混 发言时间到 好 所有玩家发言完毕 下面进行自由投票 慢举无效 三 二 一 请投票 等一下 我看一下 一 三 六 八 投票给七号 二 七 九 十一 十二 投票给八号 八号玩家五票出局 请留意言 自己说实话 可能是发言 我先说一下 我为啥改这个警惠流 其实是我自己的一个操作失误 如果说这一局输的话 这局应该是输了 我背骨 我背骨 然后我为什么要改呢 因为在这个位置自爆 因为他是我的一张茶茶牌 我大概率认为他白天也会自爆 所以说我觉得我验谁 其实都没有警惠 他是不是警下为一张牌 我知道没有警惠了 那可能这是一个混子的板子 我的脑回路比较平滑 没有想到这一层逻辑 这个到底会不会有个 这个二十个混子 然后起跳到退水 不让警惠这些事 所以说让好人认不下来 我是我自己的一个食物 但我们这局应该是交牌了 就像三人说的吧 十二应该是个混子 混了大概混了七 七是一张狼人牌 这个二是一张 跟我探跳的狼人牌 那说实话 到现在这个位置 没有一个人跳枪去拍这个七 那有可能四五里面是一个女巫 一个枪 然后在这个九十一一里面 还得出一张狼牌 但是我觉得反正一切都应该是已经晚了 那交牌了吧 交牌了 交牌了 没有 没有 我 没办法 六不是恋人 六不是恋人 我就 应该是枪 交牌结束狼人获胜 给大家覆下盘啊 给大家覆下盘 稍等 狼队绑票就就结束了 本局的狼人为二号 七号 九号 十号 女巫为四号 预言家为八号 猎人为六号 白痴为五号 平均分别为一号 三号 十一号 十二号为混子牌 本局游戏 十二号混血儿 首夜选择 七号玩家为知识玩家 所以这局是狼混 狼人第一天刀了五号 狼人第一天刀了五号 白痴牌被女巫救起 预言家第一天验了七号茶沙 第一个白天起来 十号玩家自爆 夜晚刀掉四号女巫 女巫当晚独掉五号白痴牌 预言家当晚验了四号为金水牌 白天起来 八号预言家被扛推出局 此时场上还剩下 二号 七号 九号 三张狼人牌 加上一张十二号混狼牌 所以夜晚只需要再刀掉一刀 那么狼队就已经绑票了 游戏结束 狼人获胜 首先这盘没啥 我觉得没什么可复盘 好人赢不了 也不能说 其实你们现在弹幕都在说狐狸独了五什么原因 其实这个游戏你们 你们可能站在他的那个位角度 因为但凡你们站在他的角度 你想 我是一个玩狼人杀 可能玩不是太久人 然后水平不是特别高 在场人权大神 怎么能这么说呢 一着急 真的可能忘了第一天 武士饮水 你有可能 你有可能那个五说 哎我是一个狼 真的一个狼的发言 对吗 火焰老师确实在那个位置发言有点滑 对 就比较滑了 哦你四你怎么 原话是什么 大致意思是 四你怎么突然一天变厉害了呢 我是个狼 你一下就点出来三狼 那我们是不是交牌呢 可能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导致了 四号在那个位置突然对五号有了敌 不是 你想想 这轮发言十号又突然自爆 真的忘了第一天 武士饮水 然后觉得武又攻击了自己 然后就把武给堵死了 而且 我希望大家就是能够 就是怎么说呢 对新手玩家有更多的一些宽容度 讲道理的话 你但凡换着我们 我不说 好吗 我曾经记得我第一次跟JY打狼人杀的时候 我是一个猎人 然后JY是个枪 然后呢 他在那个位置 他的汉跳狼给我发了个茶杀 然后JY跳了赶枪 我被扛推出去之后 我没 我枪都没敢开 你为啥不敢开枪呢 就因为紧张 有什么 哎你猎人 你猎人直接翻牌 我被推出去之后 我都忘了我自己是个枪 你移言呢 我当时刚玩狼人杀 刚玩狼人杀 就是我给你 就是还原下 当初就是 Y哥 我其实蛮幸运的 Y哥第一次在一桩JYC直播的时候 我就在 你就去了 当时嫂子是真月人家 然后外之位有只汉跳狼 给我发了个茶杀 然后JY是个狼 跳了赶枪 我知道JY是狼 但是呢 我发言不好 我就被扛推了 然后扛推了之后呢 我忘了我自己是个狼人杀 我想我想采访你一下 那时候接触狼人杀 几个月了 当时刚玩狼人杀 不到一周 你是不是坐到那儿 太畏惧于Y哥了 真的很恐怖的 在场当时有很多人 很多什么 类似于小九七啊 悟空啊 当时还有一个 保定吴亦凡 保定吴亦凡 他们都是ID而已 当时玩狼人杀 都玩的 就算对我来说 卧槽 这帮人真的是 牛逼 他们聊的东西 我都听不懂 但是就是牛逼 一条我是个什么 他们都听不出来 那个时候 你是不是还没有记清规则 规则 了解了 我第一天去我 知道规则 但是进去玩根本不知道 就心慌了 对 心也慌慌了 然后当时 嫂子是个预言家 起来给外之卫发那张金水牌 然后Y哥 起来 跳了个预言家 然后不是 Y哥旁边那个汉跳狼 跳了个 跳了个预言家 给我发了个茶杀 然后呢就 茶杀懵了 真的是 没事 没事 但是 所以呢 我希望 咱们别带节奏 对 对 有点容忍度 包括狐狸也是我们这场上唯一一个女性玩家 多多少少 你看一帮 你看我一个女孩子坐在这个位置 身边11个老流氓 对吧 谁还能不做错事呢 对吧 来讲讲自己的光荣历史讲完了 对吧 有些人说这种 又是什么 谁 都无所谓了 就本来就是 就这个东西 每个人都有 对 犯错误犯失误的时候 总归得原谅一下 状态不好 就比如 就给予原谅 就比如我平民汉跳神 把神扛推 这不经常吗 对吧 然后白痴翻牌 然后在场上活着 希望别受这一盘的影响 下一盘能有个好的表现 这是第一点 然后这一盘游戏我们不复返了 我们 将将下一局吧 下一局吧 可能有些玩家不太懂 不太熟悉 我们是玉女猎手的板子 玉女猎手 不是什么 白狼守卫 白狼王守卫 骑士是什么 白狼王守卫 骑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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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骑士的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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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你对这板子有什么理解呀 我觉得 就是要比 白狼王和骑士 白狼谁谁快 对 这个场 这个场一定是谁快了 因为 基本上 狼在第一天也能够找到四神 在听卷发演也差不多了 对 对吗 就看那个 就把手放在牌上 一个骑士 一个白狼王 看谁 看谁快 如果骑士起身 先把白狼王翻死 狼队血崩 那要是其实扎个小狼呢 那好人 扎个小狼也不亏 对 但是相当于狼自爆了 好人也不亏 对 其实扎好人不亏 爆个精髓 但问题就怕 说是白狼王先翻身 带走的是张神指牌 对 这样子的话 好人相对比较难 带个女巫就不好打了 骑士这个没有 而且骑士这个没法追轮次 对吗 骑士追不了轮次 他只能正 对 他只能正逻辑 而且他但凡开队了 他自己身份都明出 对 他只能正逻辑 不能追轮次 其实在这个板子 其实如果按这个局的配置来讲 我觉得那个猎人会让好人的胜率 对 如果是猎人的板子 会让好人的胜率提高一点 但是这个骑士 因为这样子的话 白狼王不敢肆无忌惮地爆人 对 因为我白狼王但凡抱到枪 我仓能开枪帮好人追轮次 但是呢 但凡我抿到谁谁谁吃身份 我可以 我白狼王可以肆无忌惮地爆人 对 报个骑士也不亏 报个骑士不亏 对 其实也 其实也不能正逻辑了 对吧 再刀个冤家什么的 就每次打这局就很好赢 所以 还是 这个板子我觉得好人蛮难赢 好人不好赢 好人不好赢 王队尤其像我们这个局的大部分的人 都是背质偏高的 比如这个7啊 比如这个3啊 比如这个1啊 比如这个12啊 其实都挺厉害的 都挺厉害的 对 化身份 包括你看他们上一把 其实对场上身份定义都蛮准的 12起来之后 知道自己混了 知道女巫走了 自己在这里跳个女巫 然后号票 对吧 包括JY在那个位置 知道50个绳走了 40个绳了 哎 跳个枪 找最后一绳嘛 那绳枪也不敢跳 包括1号 杨驼第一天井上发言 他点了14个狼 觉得三韩行 七项狼 又点了个谁 谁不好 哦 总归就很好 就很好 很好 很好 还有多久啊 下一局开始 大概 下一局 不知道啊 没有关系 我说 我跟 我跟大家道个歉 好吧 我跟大家道个歉 对不起 对不起 怎么了 对不起 对不起 我跟大家道个歉 可能聊了一些 无关比赛的一些东西 不好意思 对不起 对不起 我先道个歉 你是七号啊 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没有 他们就想让新来的 多说一会儿 没关系 没关系 没事没事 七号了 下一把我征求一下 我们主办方的 然后把我给你们换一个 漂亮小姐姐 坐在 行行行 哎 估计他们都不愿意看我 你知道吗 对吗 哎 俊男料女 可以 我没说 我下回我 我换个 我们JYC有很多 漂亮小姐姐的 对 依次露脸嘛 宣传一波我们JYC 大家可以 哎 可以 坐中间 哎 找个美女坐中间 可以 可以可以 上一把 女装道歉 有点不合适 会辣眼睛的 女装 那谁啊 会辣眼睛的 女装道歉 真的辣眼睛好吗 女装道歉 主办方 主办方是我们爱上狼人杀 以及我们JYC啊 爱上狼人杀 就是爱上狼人杀 应该 现在开始 李太祖新做这个 正在研发 估计月底 嗯 上线 上线 大家到时候可以体验一下 女装大佬真的过分好吗 等我 瘦30斤之后 我可以给大家尝试尝试 真假 真的哈 我瘦30斤好吗 可以给你们 但凡我瘦到130斤 我现在是165 那你有没有接个头发呀 把头发也接一下 带个假发 JYC很多假发的 万分节的时候 留的那个很多 黑白无常的假发 对啊 大家可以多来JYC体验一下嘛 我们下次活动 应该是在圣诞节 圣诞节 大家可以来北京舞蹈和JYC 来体验一下 其实我们每次到过节的时候 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就贼欢了 好 我这个人 我应该 他会碰到我 严叔爷呀 我操大姐 他认为你是狼嘛 八小时 你可以认为我是狼 我也得跟他是狼叉杀狼啊 我认为我想逗他 我说不行 我要跑 杀人女士 老师 满回之头了 哎 这个 这个是罪的小片 哈哈哈哈 我都不懂了 你读完祷告你知不知道观众 全是说你天秀 卧槽全是在挂着的 他不想读十二 我想不行 我不信我会读 我说读十二也行 看独立请上发演的时候 后来他在眼前 我想笑 真的我当时忍过了 我当时忍过 我说你们俩的意思就是 最好是这位跳了个猎人 KS才分枪我是个鞭 我没说 我没说 这都没分枪 怎么发的 你们好像没有想到 狼叉叉狼吗 听没听翻译 知道你是狼 但也没听出来 没站边的 大家安静一下 在第二局开始之前 我们有一个小插曲 那就是我们的大宝老师 吃巨资给 给我们的菜包子同学 送了生日蛋糕